嗨,聽到我的聲音嗎? 我會跟大家更接近一點,坐在後面, 我會迎前一點, 很多謝Steven,Carol,Yoyo 去邀請我跟大家分享, 我就問他分享甚麼好, 他說分享今年是疫情, 有沒有甚麼辦法,師兄, 上半年做了甚麼, 還有下半年將會做甚麼, 我講話可以講很快, 因為今天很多內容, 好,讓我們處理一下技術的事先, 可以嗎? 我有些時間,不可以有冷場, 順道介紹一下我的夥伴, 幫我拍照的是Ashley, 可以給一些掌聲, 然後我的助手Grace, 給我拍一個片, 然後我們的實習生Martha, 又拍了另一個片, 為甚麼這麼有趣呢? 我都做了很多事, 今年這些事,剛才我們說了, 一個就夠了, 為甚麼要拍夠兩個呢? 我們可以剪出來的時候, 會豐富一點那個鏡頭, 你看電影, 如果一個鏡頭到底是不好看的, 可以嗎? 好,下一張呢, 這些, 都介紹自己少少, 除了MDRT年會分享, 那個是結果, 最終大家如果做得好的成績, 又累積了一些經驗, 便會得到這個結果, 那我在香港讀書的, 我在香港大學讀電腦工程, 那電腦工程, 為甚麼要走去做保險呢? 得了業我不是做保險的, 我是做電腦, 銷售和Marketing的工作, 但是做了幾年之後, 我看到很多收購, 合併, 財源, 那個感覺很差, 老實說, 現在香港就更加多, 但在我們那個年代已經有了, 因為我們做IT公司競爭很激烈, 差那怎麼辦呢? 我希望掌控自己生命, 我希望找一個職業是可以怎樣的呢? 我的收入, 我和自己的能力掛勾的, 我升職, 以前在一間大公司, 你要升職, 老實說, 你要上司幾上司才行的, 我這些覺得, 我希望簡單一點, 只是靠我的, 所以我選了保險業去入行, 我入行之後, 我覺得做保險, 可以很專業的, 其中一件事去做甚麼呢? 就是去讀書, 考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應該是我們業界最難考的資格, 我那天收到它的更新, 現在有四千多個, 全個香港, 包括還有銀行不同的東西, 還有講甚麼, 要講業績, 其實是MDRT Live Member, 因為你看我九八年入行, 都做了二十多年了, 已經做了, 我都沒有數了十幾次MDRT, 現在就會, 有機會下年講一下業績, 有些人喜歡看這些很大的Case, 我剛剛今年簽了一張單, 完成了, 在保城最大的危機, 不算Special Code, 賣最大的MDRT, 是超過1400萬港幣, 是呀, 哇, 要講一下這些, 讓大家開心一下, 我做單一的退休策略, 收的保費是一千萬港幣, 可以做很大, 其實只要你找你對的市場, 他們可以做很大的, OK, 好, 跟著就分享, 經常都做的, 我團隊價值觀, 追求卓越, 互相分享, 不斷學習一同成長, 都希望大家知道一下, 是嗎, OK, 剛才Yoyo說這件事, 都兩年前的事, 其實大家做得很理想, 去MDRT分享, 老實說不是要去威, 是你將你認識的東西, 去跟別人分享, MDRT的精神本來就是 學習和分享,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晚所以容先生, Joneslam, 我頒一點紀念品, 我幫他做其他會長來分享的時候, 做一些職場的翻譯, 好, 例證題了, 大家不知之前知道6個A, 6個A是甚麼來的, 大家讚一下你們的帖文很漂亮, 很喜歡, 很突出, 走出疫情低谷, 我們先說6個A, Aware法國, Accept接受, Adjust調整, 跟著可能有些大的改變Order, 跟著要行動, 還有Achieve, 可以下一項, 第一個, 其實上半段可以說, 我都感謝大家邀請的, 我這幾天做這個PowerPoint的時候, 找回以前的相片, 由1月底到現在的相片, 為何說感謝大家呢, 有時人都太忙很快過去了, 究竟之前我們怎樣過的呢, 都未必記得, 好, 第一個Aware法國先, 好,下一項, 法國甚麼呢, 年初四, 1月28號, 為何那麼記得呢, 就是我跟太太在家裡, 在那裡, 越看新聞越害怕, 這代表甚麼, 代表很害怕, 不知道大家害不害怕, 如果記回去年初四, 香港應該是, 武漢是1月23號, 說封城, 1月25號就是年初一, 我們要再來經歷一次, 我們有治療的方案, 你猜到我害怕到怎樣呢, 大家猜一下, 我害怕到跟太太在家裡聊聊, 不如說, 不如我們馬上買張飛機票, 明早飛吧, 我太太就很興奮, 很喜歡去旅行, 然後開始研究去哪裏, 近近到日本, 後來說不要, 不如放長假, 飛去歐洲, 不如再說, 不如放兩個星期假, 不要去一個地方一個城市, 去兩個城市, 好像很興奮, 我跟我太太性格很像, 都可以很快做決定, 本來那一晚就按鍵, 翌日就飛, 我們知道自己的性格, 有時決定快又好, 有時可能會錯, 我冷靜之後跟她說, 不如太太, 我們先睡一覺, 明早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飛, 不知道大家說的時候害不怕, 我們真的很害怕, 因為甚麼都不知道, 第二天決定有沒有買呢, 是沒有買到機票, 為甚麼沒有買到機票呢, 又有第二件事, 怕回不了, 好在沒有飛, 我有朋友真的去了菲律賓旅行, 然後他在菲律賓沒有飛機, 滯留了60天, 當然可能我們飛沒事,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我們都是人來的, 我都害怕的, 你不要以為我看我的樣子, 以為這麼高大, 超人不害怕, 非常之害怕, 我們要面對自己的恐懼, 好,下一項, 然後還有甚麼呢, 我發覺我是不理這些東西的, 然後我問我太太, 我有多少個口罩, 她說剩下之前買下的半盒, 一盒50個, 半盒25個,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大家記得, 年初四那段時間是, 買不買到口罩, 買不到, 你付錢也買不到, 我非常害怕, 不過我沒有拍照, 接著發覺, 那時候覺得很貴的口罩, 可能5元10元一個, 照買, 第一次貨到了就開始安心, 我們怕到連那些運動的人戴的防毒面罩, 我們發覺可以買, 怕長期買不到口罩, 都買回來頂住, 先這樣, 不過沒有拍照, 所以我們都是人, 我們要發覺的情況, 我們有情緒是OK的, 只不過跟著怎樣做, 說完了,發覺到, 我不知道大家這六個A在哪個狀態, 因為我們有時在公司都有去評估, 有些人停了在這裏, 他不是停了在接受, 他不能不發覺, 他停了在不接受, 不接受世界會改變, 接受是甚麼意思呢, 下一頁麻煩, 大家不知接受是甚麼意思, 接受是否認命, 死吧, 沒有生意, 絕對不是, 是甚麼呢, 是認清現況, 大家有沒有認清現況, 我見到這麼年輕, 你們的心理狀態, 當然有人告訴我, 死吧, 有沒有那些是剛剛入行一年的, 有嗎, 是呀, 有沒有想過, 死吧,我一入行去, 疫症, 天都不幫我了, 不怕的, 有這樣的想法, 他走出來, 我們便去面對他, 找你的經理談談, 我們不要硬來說, 沒有, 我從來都不怕, 那些是騙人的, 講起一個故事是, 那時候那些人去越戰, 那些美軍被越南的士兵捉了, 接著有人去做一些調查, 究竟被人捉了, 還可以安全回來, 那些人是甚麼性格呢, 究竟他是否100%樂觀呢, 大家覺得是否, 或者是否100%悲觀呢, 原來說真的可以生存下來, 當面對很大危機的, 那些人不是100%樂觀的, 為甚麼呢, 他超級極度樂觀, 他轉頭就發覺世界不是這樣, 他會頂不住自己, 100%悲觀都不會, 因為他已經可能自己自殺, 被人捉了戰夫, 那是甚麼人可以生存下去呢, 那個統計就是, 他70%是樂觀, 他30%都是悲觀, 去面對那個現實, 好,究竟現實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看, 要問我們自己三個問題, 現在是怎樣, 放心你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說了, 因為每個人現在認知那個世界,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沒有必要完全一樣, 第二, 要問問你自己, 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第三, 有沒有更加好的方法呢, 現在一定是客觀事實的, 現在香港未通關, 舉例這些情況, 那我可以做甚麼呢, 還有沒有更加好的方法呢, 這個就是說, 其實世間日日很多事發生, 但是否那些事有特別意思呢, 原來那些事只影響到我們大概10%, 90%是甚麼呢, 是我們怎樣反應, 我們怎樣反應, 所以怎樣反應是我們決定的, 還是你隔離位決定的, 不會, 我決定你怎樣反應都不會, 總監決定可以怎樣反應, 決定到就好, 決定到就完全可以影響他的思維, 絕對不是的, 是大家自己決定的, 好,下一個, 好, 第三個A, 說那麼多, 那你怎樣搞呢, 上半年剛才講了背後理論, 但我自己見到最多人, 就是塞了在剛才第二個A, 他第一個A, 發覺到, 第二個A, 他不認清楚現實是怎樣, 你只要肯認清現實, 接著就可以做第三個A, 第四個A, 第五個A, 好,第三個A做調整, 調整即是改少少, 不用大改, 好,下一頁, 麻煩你, 我們當然沒有事要做, 那怎樣呢, 我便將我原本的訓練, 放上網, 我剛才講, 加下自博, 搞下這些, 這一個講那些, 但整個關鍵NLP的東西, 是一月我們 kick off的時候, 翌日的開會去講這些, 我發覺沒有事要搞, 每個人在家, 那怎麼辦呢, 那去做調整一下, 所有訓練都是, 都不敢講, 叫放上網, 只是自己弄好, 發給同事去看看, 因為你沒有事要做很害怕, 真的會, 不如有些事要做, 好,下一頁, 那做甚麼呢, 就上網買東西, 上網買東西, 我其實在19年底, 已經決定了2000年, 要做多些網上的東西, 那我又覺得, 我用以前的方法, 就得以前的結果, 所以我就去學一些新東西, 學一些新東西, 這是甚麼來的呢, 這是一些課堂來的, 二話不說, 我特地留一個日期, 2月11日, 隨便朋友介紹, 聽了兩下, 就參加, 可能你也會上網上的課, 其中一件事, 去判斷這件事, 我又不要說人家行不行, 又不要說正不正經, 是甚麼, 你選一些, 有cooling off的穩陣些, 有cooling off, 買保險都有cooling off, 21天, 那網上有些課, 這個課是沒有cooling off的, 我講得很厚度, 有cooling off的穩陣些, 但上課時常常常上錯都很平常事, 你可以去學習的時候, 可能你問問其他人, 好,下一個, 21日剛剛付完錢, 22日又來, 因為我發覺不夠, 這個hello marketing很好, 他教你賣廣告, 如果你真的想賣廣告, 就很技術的, 我不是幫他們銷售他們的課, 放心,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那時候既然都沒有事做,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你二月做甚麼, 既然都沒有事做, 不如我上網不斷看, 不斷學習, 下一個, 這個真的很珍貴, 看到大家的樣子, 2月12日, 其實做甚麼事呢, 我經常上網看, 看著看著同事, 他們有個開會, 這麼厲害, 然後我就問他, 請教他, 他用甚麼軟件, 他就告訴我, 很容易, 有這個又行, 那個又行, 企業微信也可以, Zoom也可以, Webinar也可以, 很多種, 我其實都經歷了一個歷程, 我知道同事都很害怕, 沒有全香港人都很害怕, 那怎麼辦呢, 我要選一個, 他們的抗拒最小, 選一個是甚麼呢, 這個當然不知大家用的, 這個是企業微信, 這個不是Zoom, 企業微信大家最小, 22日, 你看看那些樣子, 嘩, 嘩, 看著這張照片很棒, 因為當時是不其然哥哥, 所以第一次開會, 開會不是談公事, 是開會只是見對方的樣子, 個個都皺眉頭, 好,下一個, 請了好幸運, 請了李玄華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少少, 其實分享他的影片, 我是他的學生, 他在某個途徑給我一些影片, 我問可不可以分享, 當然可以, 大家多些正能, 不過今日機械的問題, 我們有機會再分享一下, 日後轉了做PDF, 好,下一頁, 我們那時做甚麼呢, 我們說做些微調, 第一開會搬上網, 做些微調, 做最基本的事, 最基本的事是甚麼呢, 1月12日同一天, 早上開會, 下午1時, 我鼓勵所有同事, 做甚麼呢, 你的所有客戶現在都很空, 空到怎樣呢, 在家裏沒事做, 平常很忙, 如果大家還記得2月的時候, 我沒事做, 沒事做那怎麼辦呢, 就打電話, 去跟他談電話, 我就截圖, 傳給同事知道, 以身作則, 我們自己做給他們看, 我以前談電話, 是不會超過五分鐘的, 因為談有甚麼事, 就出來見面, 我那天談完之後, 我竟然談了13分鐘,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不喜歡跟人在電話說, 很詳細的事, 你發覺有甚麼事的時候, 就出來談, 鼓勵大家所有同事去做, 我們講第三個A, 微調要做少少少調整, 好, 純分享, 現在大家都說, 疫情好像你們說這麼久的事, 因為你真的經歷過, 你以為沒有經歷過, 你也有經歷過, 你可以在心中去對比, Steven原來做這些事, 你們又怎樣走過來呢, 然後12號之後到14號, 那時大家還是講這些笑話, 會講很開心, 就是送一下花就不是了, 因為那時沒有口罩, 沒有洗手液, 甚麼都沒有, 就送一些安全的東西, 好,下一頁麻煩, 跟著做甚麼呢, 跟著就沒有事做, 我以前不會上網買東西, 現在就經常都上網買東西, 買甚麼呢, 買個空氣清新機, 其實實際上是小小的, 因為覺得可以做這些事, 我們會好些舒緩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買空氣清新機, 我們回辦辦公室開會的時候, 幾個月之後, 要裝幾部自家, 大家才覺得安全是可以做的, 大家這邊有沒有人, 家裏有空氣清新機嗎, 有, 有些互動一下, 還有一些親和力, 不要說我只是在這裡說, 因為我要避開一些鏡頭, 我發覺, 好,下一頁麻煩, 跟著就做一些突然間有這樣的想法, 甚麼想法呢, 既然大家都在家裏出不了去, 那我不如去做一些, 給一些正能量其他人, 那我每日一毛毛, 是甚麼multivation, 即是每日寫一些激勵的東西, 那我擺去寫, 那現在應該寫到百多集, 總之講一下一些東西, 所以做個火擊, 其實是2月19日開始,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已經沒有記住, 多謝大家, 那我找回所有的資料出來, 那我們除了自己去調整, 我們可以幫助到少少別人, 那怎樣呢, 這個是項目是一個堂, 原本是實體上的, 一早預訂了, 那最後怎麼辦呢, 沒有得上, 改期又改期又改期, 最後他搬了上網, 我就去上, 是一個, 我也介紹少少少, 幾好的, 是一個coaching, 即是輔導的工具, 是看一些相片, 因為我們平常, 我都很想跟我的下線很緊密, 但有時他不願意說他心裏面的東西, 或者是他不知怎麽說, 所以透過一些相片, 潛意識他自己慢慢會說到多些東西, 有機會可以找我的老師來教, 和大家分享多些, 好, 那就是上課, 除了他分享, 我就上課, 下頁,